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我们刚刚在上一个阶段 有跟大家介绍 其实宜蘭是一个 非常有气质的地方 然后去那边也有很多的 景点可以看 除此之外 我自己身为一个舞台剧演员 我都觉得说 每次去演舞台剧的时候 都一定会在场馆里 但现在台湾有很多 很不一样的戏 在不同的场馆里 如果大自然 就是你最好的剧场呢 我觉得那是一件 很酷的事情 所以接着下来 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 就是2024 在明池水剧场 又有一个 叫做池中剑 已经来到第三咯 意思就是说 一跟二 其实都获得很好的口碑 所以才有池中剑三 叫做神魔之剑 今天在现场非常开心 邀请到是我们 十股文创演出事业处的经理 江亦晴 亦晴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我们历历观光的 行销总结 蔡振宏 振宏你好 哈喽大家好 好 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既然这个 2024的明池水剧场 池中剑 已经来到了第三年 这个在前两年 怎么会想到 到明池这个地方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 演出场地 怎么会想到 在这个地方来演出 那这个跟 莉莉结缘 石谷跟莉莉结缘 就是源自于在 疫情前 那时候呢 其实石谷在台南的人的 文创园区 一直有定幕剧场的一个演出 那呢也吸引了 非常多观光 还有观众朋友 到台南来欣赏 我们的定幕剧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怎么样子 将文化与观光 这两个作为结合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开始思考 怎么样在一个 实境的场域里面 去进行表演 那那时候刚好很 有很荣幸的 刚好跟莉莉集团 结合到 然后那时候到了 明池的水剧场的场域 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 惊为天人 因为它整个 就是群山缭绕 然后中间有一个湖泊 然后最特别的是 它的景致 在早上 中午跟下午 你到达明池湖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风景 它在同一个场域 同一个时间 那大自然就是 它的一个灯光师 所以呢 进到我们 明池的第一个眼睛呢 那时候刚好 团长那时候去的时候 是下午的时段 那明池在下午的时段 它的那个山栏 云雾会从山坡上面 开始卸下来 慢慢飘下来 慢慢飘到明池湖上 所以那时候 团长就非常非常的惊艳 你不觉得很酷吗 就是好像是 我们平常在演舞台剧的时候 或是在演出的时候 会干冰 旁边会喷干冰 对 我们来到明池 哪需要什么现场干冰 天然的 天然干冰 都直接从山上 这样云雾缭绕下来 这不是仙气 是仙境 那难道它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的选择 第一场次的选择 演出时间的时候 就是选择两点 下午两点半 就是中午过后的时间 很棒 很会选 刚好从大太阳的光束感 然后到下午 云雾缭绕的场景 而且那时候 明池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在同一个地方里面 四季非常的分明 而且呢 甚至在同一个时段 在我们四月底那首演出呢 六个场次 各有六种不同的气候状况 所以有时候 它是一个云雾飘渺 有时候是晴朗的一个 无云的时段 然后还有到飘得毛毛细雨的时间 所以同样的一个剧作 在六个不同的天气环境里面 都呈现了不一样的景色 我觉得这是其他的剧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步 因为你通常如果你进剧院去 你灯光就是一种啊 你只能看到演员 今天跟昨天不太一样 但是你来到了去看池中间 我们到了第三是神魔之界 你说你根本不要什么神魔出来 你光是看到那个 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有神仙要来了 神仙要下凡了 神仙要下凡 你就是观众 就马上进入那个情境 你根本前面也不用播什么 我不要帮你介绍这什么剧 那自然就已经帮你做好 最好的前导演演了 所以这一次的神魔之界的场域啊 其实一样是名词水剧场 可是我们希望透过 音乐打几乐的表演 同时也结合了舞蹈跟武术的融入 将音乐幻想的画面 透过肢体动作的表演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就算你是第一次 看表演的观众朋友 你也不用担心说 这个音乐会不会太深 太有难度 我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呢我们透过具象的呈现 跟音乐的引导 让大家将名词湖这个空间场域呢 从第一届单独的一个名词山水的景致 到第二届呢 我们串联了横向的时间轴 不同年代的一个英雄 齐聚在名词湖畔的这个英雄会 到今年第三度的神魔之界 把名词湖当作一个宇宙时空的结界 同时融入了神界的神话 还有魔界的一个魔幻的仪式 巫术 武道 等等融合在我们第三阶 变成一个垂直时空的一个转换 你知道疫情啊 我们的疫情经理太会讲了 疫情一边讲 然后我们的行销总监郑宏 就在旁边一直笑 莉莉是不是太独具慧眼式英雄 一看就看到这个跟十古牙合作 当初是怎么样连接上的 然后怎么会觉得说要来好好来做这一出戏 应该是说从两个源起来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将这样的体验 提供给所有台湾的旅客 因为就一个名词水剧场而言的话 本来是一个人工湖 那在经过郭东端老师的一个 巧手打造之下 将整个场景 幻化成为一个非常适合演出的一个状态 那同时我们在周边 也有相当一些配合的一些场景 包含我们有认识的禅风的庭园 那所以我们想要将这样子的体验 让所有的旅客更能够清楚知道 这是第一块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希望就是 每一年大家都能够有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目的来到明词湖游览 而艺术是一个 我们能够将它跟自然美景 结合一个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才在2019年的时候 将明词湖打造成名词水剧场 而一开始我们就是想要走 本土的一个剧团的一个路线 因此一个类定目剧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邀请了十股几乐团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推出这样子的一个 别出心裁的一个戏剧表演 了解 那我们这一次来讲一讲 因为听说第一 持中鉴一 持中鉴二 其实去看过的观众朋友都大受好评 持中鉴三 刚刚疫情讲得这么这样 好像神仙又有巫术又有什么 就是十八般五一样样都有 但是它有没有一个主剧情会是在演什么 整个剧情是在演什么 这一次我们神魔之界的一个概念发想 它是源自于一个中东 古中东开始的一个故事形态 那中东它是介于欧洲跟亚洲的交界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神秘国度 而且中东好神秘 对 他们又感觉好像蒙着面纱或是什么 就会觉得说面纱下面到底是长了什么模样 它是不是真的会下一些鼓还是会有一些巫术 它是不是很会迷惑男人的心还是什么的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收集到包括中东地区的一些传奇故事 然后还有像是欧洲地区的一个故事 那像大家都知道欧洲有非常多的魔术幻术 甚至是精灵的传说 对对对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开场曲圣树之舞 也呼应了鸣池湖周遭的一个山林风景 对 那这个圣树之舞的取材呢 其实它是源自于爱尔兰的一个萨温节 那这个萨温节其实它是现在大家所知的万圣节的一个前生 那这个萨温节呢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相信啊 在山林高山湖泊或是旷野当中 都会有一个小精灵 是普卡存在 那这个普卡 其实我觉得不是以前人相信 我现在还是很相信 大家都相信 你不觉得吗 就比如说台湾有很引以为傲的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化的祖灵或是他们的山神 我认真觉得那是存在的 那就是一定山有山神 何有何神 哪里都有哪里的 专属的精灵跟神 万物皆有神 万物皆有神 是这个概念 对 从这边开始 然后从爱尔兰的传说故事开始 然后用火光 它代表的是人们 对于当时候 对于这个不知道的 这个未知事物的一个恐惧的克服 所以从光亮的部分开始 那这个光亮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开始的一个起源火光的元素 那呢 特别在这一次的主题曲《神魔之戒》这首曲子 它就是源自于中东的一个传奇的上古时期中东的一个故事 当时候呢 他们相信世界各地是遍布着神兽 还有魔兽的场域 那大家各聚一方 那当时候的信仰太阳神的子民 叫做太阳之子 他们在每一年度的祭典当中 会选择出天神选择出最佳的一个勇士 然后这位勇士呢 要带领着大家到各界去征战 来征服这些神兽魔兽 同时呢 展开世界统一的一个秩序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主题曲的主题曲目《神魔之戒》的一个概念 我怎么觉得疫情刚刚在讲的整个故事 好像仿佛我之前在主持那种手游游戏 电玩游戏 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知道吗 就是各自有什么 然后要选拔出一个出类拔推的leader 然后他要去统整这些就是各个部落 神魔各界的这个领域 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东西 这不就是手游吗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年轻故事的概念把它融入在里面 所以在这一次大家对于石谷 比较是传统谷的概念影响 其实在这一次的《神魔之戒》演出 我们也会融入了非常多的中东的乐器 那因为世界打击乐器其实它起源不输给华夏的这个古乐 传统古乐的一个渊源流长 包括埃及的Rick或是中东的 或是爱尔兰索谷等等 这些元素都会在这一次《神魔之戒》的音乐当中去应用 所以这一次透过《神魔之戒》的演出 我们希望把名词打造一个垂直经纬度的一个不同时空宇宙的一个交界 什么叫垂直经纬度 因为我们现在是人界 接下来我们介绍到大家神界 仙界 甚至是魔界 到魔界 然后可能传奇的 对 各个宇宙的一个大家认定的一个思维空间 最后回归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安排这一首《守不取的异想之门》 来回归到带领大家从宇宙神有之后再返回到人间 我怎么觉得听疫情这么说 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或是家长 甚至是很小的小孩 完全是可以融入 因为我觉得古 虽然你说始古是一个传统的古艺 但我反而觉得古这件事情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大家会想说你平常听过 我们从小我们活在华人的世界跟文化里面 我们从小就听了大大小小的古声 我们来接触国外的文化也会有很多古 为什么我们对古那么容易接近 因为古就是像我们还在妈妈肚子一面的时候 听到的那种心跳的声音 其实就是古声 所以是所有人 他是没有语言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好 我制作人一直跟我说 下一个阶段再讲 我们下个阶段再来聊 我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大自然就是最适合 最棒最棒的表演场合 就是我们2024名池水剧场 池中健已经来了第三 池中健三神魔之界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我们石谷文创演出事业处的经理 以及莉莉观光行销总监蔡震宏总监 好 两位刚刚有提到说 在这一次神魔之界三 我只想问一下总监 你有去稍微看过整排或是排练 或是他们在筹备的过程了吗 今年你觉得期不期待 其实今年的话我们非常期待就是有新的成员的加入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演出的时候是由石谷级乐团在刚演出 那第二次呢我们加入舞蹈的一个呈现 那第三次呢这次加入武术的呈现 那在整个的一个场景跟整个动作的一个规模上面呢更加的庞大 所以我们在看过一开始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演出之后 我们就相当期待正式的演出是会怎样来震撼我们整个的一个 视听的一个饗演 所以第一次是石谷级然后第二次加舞蹈 然后这一次是加了武术 那这次会看到舞蹈跟武术 你们现在全部都加好加满 都加在里面 对世界都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武术是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武术是一个华人文化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既神秘又崇高又崇敬 然后我就觉得那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那个境界 对我们这次也是跟少林在台少林犬在台湾的一个总会 共同的合作 很强欸 而且你不觉得名词那个有云雾飘渺 感觉少林犬他们都是在这里练出来 都是在这边突然动物了一个什么 然后就突然会一个很厉害的拳法 武功盖世 对对武功盖世就是在那种池里面锻炼出来 还是什么那个什么太极就在里面弄出来的 感觉好像就是在名词弄出来的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将武术融入在里面 也希望带给大家其实那时候武术老师们 跟我们一起在排练的时候遇到的状况 也是说平常他们打拳是没有拍子的 但是他现在要对应我们的音乐啊 段落啊去练习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也是也是突然像是在苦练一样 突然功力会被限缩 我好奇的是说武术没有拍子 武术的拍子其实他根据他的拳法的套路 他有他自己的拍子 可是当要把这个武术的套路融合在音乐的里面的时候 会需要他们做 需要武术老师他们来做调整 不然他可能这套拳打完了之后 但是这个段落还没有结束 或是说这个段落的音乐的重点还没有出来 所以要有一个亮点 highlight的部分来做呈现 那武术跟舞蹈会是在同一趴 还是说不同趴 会有不同的故事段落的呈现 因为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神魔之介里面 他可能有一个段落他是战舞的方式来做呈现 然后接下来一个段落就是两军交战的时候的呈现 所以各有舞蹈跟武术在适合的段落来做一个画面 那舞蹈跟武术会对战吗 不会 不会不会 因为会输 太危险 我也太复杂了吧 太危险太危险 因为那个武术老师是真枪实弹的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舞蹈老师就想说 蛤 我们去年演的是不是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突然要跟他们对战 舞蹈老师会太紧张 好 那我想要多聊 因为今年有增加武术的part 那在武术排练过程当中 你们有什么就是互相融合 或是有趣的地方可以分享 其实在名词 因为我们的舞台是大家在水面上 所以等于说演出 动态演出的舞者或是鼓手或是武术的人员 他是会需要在水面上表演 所以那时候水面上 我们的舞台是大家在里水 大概一个脚踝深的一个空间 我们舞台是在湖面 湖畔旁边 然后整个舞台版是在水面底下的 我怎么觉得我有看过那个照片 虽然我还没有去欣赏过名词水剧场 但我怎么记得 我好像有看过别人分享过的照片 是他们去看了一个戏 然后是那个很酷 不是表演者就在那个东西就在水上 对 那一定就是我们 应该是我们 就是你们 因为全台湾也只有你们 对 应该不会是日月潭啦 日月潭可能水太深 日月潭应该是只有涌度啦 应该没有这种不是名词的感觉 所以应该是那个戏 那因为那时候武术一般 武术跟舞蹈 其实他们在排练过程当中 就是最不适应的就是在水面上动作 因为有时候同样的舞蹈动作或是武术动作 在水面上可能它的摩擦力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排练进行测试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文创园区嘛 对 所以我们文创园区有一个潜水池 我们就把那个水池放水 然后让大家进去里面测试看看 你设计的动作还有鞋子 因为它可能就不是一般的舞鞋 我们选了很多款的鞋子来进行做测试 然后让因为其实所有演出者的安全才是最重要 当然 对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老师们也都非常的专业就是针对动作啦 或是拍子啦的月段组合配置动线 去进行及时的调整 那当然在园区里面的排练还是比不上到现场正式场 当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名词是真的 它虽然是人工造的 但是它的 它的弧是 结构材质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对所以那时候 像去年那一届的时候 舞蹈老师跟我们一起到名词湖表演的时候 其实在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习惯 然后突然就跌倒受伤了 可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去把它完成这一次的表演 对 所以其实这样子勇于挑战的一个感动的精神 因为他们看到现场非常多观众 对于这样子的整体的表演是非常的惊艳感 所以他们也想着更是要全力以赴 来报答这些搭车上山的观众朋友 可是我觉得今年我觉得更有看头 原因是因为你说舞蹈是柔美的 可是舞蹈是刚硬的 那你舞蹈要揉中带刚 刚中带揉 你又要跟水跟并济 对 这件事很难耶 对 你要舞蹈是 那个舞蹈是可以揉揉的 那舞蹈你要很 要真的出拳出力的时候 你还要care你的脚步 对 你是想要逼死大家 所以要让大家挑战极限 那现在 现在应该已经排练的差不多 因为你们已经都快要演出了 对 对 那武术老师呢 适应的能力 武术老师适应的能力更是没有话说 因为武术老师他们本身的肢体协调就非常的好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在台南也有进行排练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做了很多及时的调整 然后也希望说将这个呈现在明池水剧场 带给大家最惊艳的一个视觉效果 而且我自己想到的是 我还没去看过这个戏 但是我想到你们那个舞台是在明池的湖面上面 然后你说几公分 大概脚踝差不多 脚踝差不多 没错 可是问题是你武术在打的时候 你其实会水火会溅起来 就感觉好像 非常棒 是吧 是吧 那就是大自然的完完全全的效果 对 你那个平常拍电影你可能要洒很多水或干嘛 然后一次不行 要OK 不行再重来一次 嗯 你那大自然你在那边打武术的时候 然后那个弄那个 那个在打鼓的时候 然后你那会有水花溅起来 对 多好看 所以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是 所以大家都要很期待 而且这一次的场次 你说也在下午两点半 嗯 每天只有一场吗 对 每天一场 嗯 所以这个时段刚好就搭配 明池后面的比架山上 云雾准备要留下山的时段 你们有跟云雾沟通好吗 嗯 我们有跟他讨论一下 有跟云雾讨论一下 有 就请他每天大概两点二十分 准备要 对对对 要发他通稿 两点半你就要下来 那他不已经听话了 但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演 4月26号开始 然后连续两个周末 是4月这个时间点 也是选好的 因为4月底的这个季节 刚好是春天的开始 对 然后因为我们在水面上表演嘛 所以其实那个会比较冷一点 所以是 怎么会是这么可爱的理由 温度也是很重要 然后还有观众欣赏的 那个场域的气温 因为刚好春天 我觉得你们太会选了 因为4月份还没有 宜兰不会很热 但是你要说6月 那全台湾到你都很热 你不要再说是什么台南 你要什么 你给我演一个什么户外剧场 我会疯掉 我想要背那个随身的那个 原冷气 对不对之类的 但是如果是4月份 在宜兰的温度 我觉得就是 有点微凉 然后刚刚好 对 然后又不像冬天那么冷 观众欣赏也很适合 对 就是那种 你是可以完完全全 在大自然放松 跟完全交给台上的舞者 交给台上的老师们 然后好好去欣赏演出 而且4月底 5月初那个两周的时间 差不多会有各式各样的天气 都有在那时候 了解 好 听说是有接驳车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加购截止日期 要不要跟大家好好来报告一下 在这一次我们整个的演出来看的话 我们会有三种不同的一种组合 那第一种组合当然就是可以居住在我们的明池山庄 还有我们的小木屋 来就近来欣赏演出 这是我最喜欢的组合 对 最方便的一个组合 那另外一种组合就是您自行驾车 那另外一种组合呢 就是我们也鼓励大众来搭乘我们的一个接驳车 那我们每天的话在演出期间 我们会从台北车站会有发车 每天在台北车站发车 对这六天的期间 很厉害耶 那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是住客的话 我们就会从中文经验堂跟台北车站这边 都有不同的一个接驳车 可以前往明池山庄来体验 我刚刚原本想要选第一个方案 后来就觉得第一个方案 如果真的没时间住的话 我觉得我想要选第三个方案 因为我觉得自己开车 你有可能要到那边 好像你雪睡还要塞车干嘛的 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 节能减碳爱地球 然后我们又可以在车上睡觉放空 然后你也不要说什么爸爸开车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吵 就大家都上车 大家都在上面放空 然后到明池 到一个就是山林 然后有水的地方 我们来好好享受一下 那个艺术饗宴 然后这个叫做神魔之界 对不对 好 详细如果真的想要买票 连续六天 每一天都只有一场 据说明池水剧场1 的池中建1跟池中建2 都卖得很好 池中建3 大家赶快抢票好不好 上哪里可以买票 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 就到OpenTix两厅院文化生活 然后只要搜寻明池水剧场 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个资讯 了解 而且除了明池 你真的不要只有那边 留在那边看戏 旁边是不是还有很多 就是可以观光景点可以去 明池那边还有什么 其实在明池山庄跟契兰山庄 主要起来就是我们的马高生态园区 那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我们的神木园区 那里面总共有一百多株千年以上的一个神木 那这个也很适合大小朋友 我们可以花个大概半天的时间在当中来进行游览 里面最特别的是我们梅珠的神木都有一个跟他年代相近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走进神木园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他年代相近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用他来做命名 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孔夫子 对 你一猜就猜到我们里面 有吗 我们里面最长的一颗神木就是孔子 我随便讲的 他距今有两千五百多年了 认真 对 我还随便讲了 看武帝啊 对啊 我想说体育个大家都认识的人 然后里面也会看到三国的人物啊 真的 也会看到白居易啊 我们会看到曹操啊 会看到关公啊 都在里面 这完全是小朋友最好的课本啊 我们不要实际课本 我们去看看神木 然后看看神木对照这些历史人物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以前对啊 这就跟那个谁谁谁一样 在同一个年代的哦 然后这个神木也已经长这么大了 小朋友马上在大自然可以上课 而且里面也有满满的分多精 大家可以大口的呼吸 了解了解 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生活实在是 太繁忙跟太疲累 我建议爸妈不要开车了 我们就选方案三啦 或者是说 大家有一点时间请个假 我们就选方案一 去住小木屋或是 名池山庄 对不对 都可以住 两天一夜旅游 没错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十股文创演出事业处的经理 我们的疫情 还有我们历历观观的 新疆总监 郑宏 谢谢两位 然后名池的 池中剑三 神魔之界 在我们名池水剧场 等大家踊跃上网购票 谢谢两位